主席 主席 還有A市長 民航局的尹市長 還有林總經理 本期要請主席 請林總經理 請林總經理 林總經理好 首先我要請教林總經理 現在我們桃園 國際機場變成一個公司 由你們 這個公司要來經營 那我想請教總經理 你現在接總經理 你要怎麼樣把桃園機場 如何來規劃 變成將來三年之內 成為世界 第15名的機場 你有什麼心的構想 報告委員 這個名次 它的整個評比 是包括硬體跟軟體 所以硬體呢 當然是我們的設施設備 軟體最重要就是我們的服務 所以從這個目標來講的話 大概有以下四個方向 第一個呢 我要動員所有在機場 提供服務的 公權力的公部門 一起跟我們努力 所以公部門呢 當然包括那個海關 財政部所屬 那移民署內政部所屬 航警呢也是內政部所屬 那這些的公部門呢 其實大概行政院八部外會呢 扣掉盟障委員會 全部的機關呢 都在機場有提供服務 所以這個服務是非常重要 我舉一個例子 其實呢 航警的這個服務 已經呢 最近呢 天下雜誌有報導 就把航警呢 看到旅客經過這個檢查的地方 掉了手機呢 航警不是把它放在這個15招林 那根據它的所有的資訊呢 趕快去追這個旅客 所以已經有國際旅客呢 臨上飛機的時候自己來發 航警找過來呢 才發現說 它的手機掉了 所以 以這個小小的歷史呢 航警這樣子做 在做安檢的人 都能夠把服務落實呢 就給我們機場服務單位呢 很重大一個啟示 第二個呢 國際合作 我們不能關起門來 那自己越看越滿意 這是沒有用的 國際合作就是說 我們要把這個前十大 在亞洲地區呢 地位跟我們一樣 都是轉機的這個機場 那我們跟他合作呢 他來幫我們檢視哪裡要改善 那我們根據這個來改善呢 這個才有希望 第三個呢 要改變 改變什麼呢 改變我們所有同仁的工作態度 人不必改變 我們相信原來的公務員呢 還是有他的能力 但是改變什麼 改變一個心態 改變態度 從原來一個行政管理者的角色呢 變成服務者的角色 用這個的態度呢 去檢視 第四個呢 我們要建立企業文化 整個呢 機場園區的這個條例呢 有個重要的一句話就是說 機場公司化之後呢 要引進企業制度跟企業精神 所以既然是一個公司 那當然建立一個文化 那一般的公司文化呢 有時候是從武到有 那我們現在也可以從有呢 開始去落實 那我接觸的一個目標呢 企業文化就是 從外顯來講的話 第一個安全 第二個服務 第三個是要創新 從內化來講呢 要有正值要有紀律 事實上呢 有正值有紀律呢 其實安全就會呈現了 那你現在對台南機場 要如何來創新 我們創新 創新就是 其實創新 就是說我們 舉一個小小的意思 我們 台灣的文創產業 事實上是非常強 是我們台灣的強項 那文創產業 如果這是一個軟性的 如果能夠呈現在我們 硬邦邦的這個 這個 這個機場行下的話 比如說 我們文創產業呢 也有一些畫家 他可能呢 缺少這個機會去展示 那我們就在我們的 那個旅客的 那個走動的長廊 跟後機呢 我們就把它展示 我們的音樂也很好 旅客呢 一般來講啊 我們去接那個 一般旅客在接機的時候呢 就坐在那邊 然後看那個螢幕 其實呢 我們可以引進一些 音樂的那個表演 讓街機的旅客在那邊等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一個軟性的 那像烈士餐飲服務業 這個要加強 像有時候到我們機場 要等 要等飛機嘛 班時間嘛 有時候用個餐 我是覺得我們 機場的那個 餐禮服務 還是 缺少 滿多的 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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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是齁 大家的期待非常多 也非常多元化 是啊 那 那 那